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所想象的都超乎想象 当然在美国像路透社 像我们还有其他的各个欧洲的媒体里面 都会报道了一件事情 还有日经亚洲 今年的这个12月的月初 王沪林中共第四号人物 特别召集了一个 怎么样统合协调所有力量 针对台湾的选举 发挥影响力的协投汇报 所以其实像华尔华尤里面就讲了 里面包含了一项 再怎么样让台湾人更怕 让台湾有感受到兵凶战为一件事情 其实都有讨论 而事实上我们最近都只发现说 共鸡共剑在烙台 大家久了以后也习惯了 可是根据他们这个报道里面才知道 为什么欧美国家这么担心台湾的安危 是因为原来光在12月的时候 中共有军机军舰四次 在我们台湾领海的临街区 只有23海里离台湾陆地 23海里之外 三海里之后就侵犯我们领海了 进行了联合军演 而这样一个联合军演 我们当然都有监控 但是已经是濒临沉下了 而这样一个情下之下 中国真的有能力威胁台湾吗 如果你关切这个频道 请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 刚刚特别提到是说 我们因为已经习以为常 而且在选举期间 国防部只是正常的监控 然后发布了资讯 只是说有几架供机供舰进行骚扰 但是其实真正的是 如果他们当还刻意的写成 是44公里 因为40公里感觉好像很远 可是我们知道临海是用海里的 44公里其实换唱过来的话 24海里 其实12海里就是我们的临海了 已经非常逼近了 这种灰色地带 而且进行的是联合军演 就有四次 中国是对我们很有威胁的 可是光军演真的就有用吗 其实我们为什么常常在谈 共军犯台的时候 专事专家 国际专业专家都会讲一件事情 共军其实不要自我夸大妄想太多 没有实战经验 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当然我们台湾 这几十年来也没有实战经验 所以我们备战之下 还是要更加的各种紧密 这什么叫实战经验 你会其实最近国际上有两条新闻 才知道说科技加上实战经验 那个整个军事战略上的一个变化 超乎你的想象 一个是我们知道说巡异飞弹 是大家非常害怕的 因为巡异飞弹不但是从很远的地方 1000公里外800公里外飞过来 而且贴海贴地雷达有个 因为地球有弧形 雷达有个30度以下的死角 你是看不到的 它又贴海丢一地又可以转发方向 所以巡异飞弹一直是一个突袭的状况 可是美国最近告诉你说 美国对于怎么样居高临下 用战机把巡异飞弹打下来 美国已经有实战经验 而且这个经验很可能也有协助台湾了 再过来另外一个是 美国其实前一阵子非常害怕 当时他们还称为密立 就是他们前最高将领 还称为叫史波尼克时间 就是中国发射了极超音速飞弹 而且从蓝半球直奔 那如果因为美国在蓝半球的步防 是最弱的 很可能美国就发现说 原来中国的极超音速飞弹 在实物上投入的服役上 已经超越美国 那么美国来讲 这就好像是1958年 苏联在太空上 史波尼克先上太空 对美国造成的威胁 对美国整个综合国力 还有不确定风险 非常的高 但是美国现在五角大下来说 解决这问题了 本来美国认为 他们要加速研发 超级超音速飞弹 现在美国发现不用了 爱三飞弹 我们台湾也有 标六飞弹 就标准六型 我们台湾是标二 标六飞弹 就可以把它打下来 那美国哪来的日系 也是实战经验 因为在俄乌战场上 美国用一个多层次资讯监控和交换链 资料链的一个快速运算中 爱三飞弹已经打下了苏联好几枚的 几十枚的极超音速飞弹 避守飞弹 避守飞弹是全世界第一个服役 而且实际上攻击好几次的 极超音速飞弹 所以美国讲说 可以省下只花三分之一的钱 建构更绵密的监控网 极超音速飞弹 用现有的爱三飞六 就可以防范了 所以有很多时候 真正的就是从实战经验里面 取取经验 那整个美国呢 最近一直在2027 因为这个一直是觉得 是习近平攻台一个关键时间 美国将在我们台湾周边 从日本冲绳一路往下走 部署到240架 F-35飞机 S-35飞机 不将部署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F-35飞机新型的 第二个叫F-35I 它是有能力在空中直接锁定 正在飞行的巡异飞弹 把它击落 10月31号 美国的F-35I 给了以色列 就是这一套系统 非常的管用 真的把当时 夜门要去 深远哈马斯的 发射的伊朗制的巡异飞弹 趋高临下 直接集会 这原因是什么 科技 为什么美国跟中国 一直打着晶片战 台湾的晶片 为什么全世界那么重要 因为晶片就跟你的运算科技 电子工业非常有关 是美国F-35I 它加了一套新的叫做 光电锁定标定系统 简称叫EOTS 会叫做战场资讯的吸尘器 它是一个超强硬的 超强力的感测器 而且它是被动接收红外线 被动不是主动 因为我们知道战机里面 有主动式向位雷达 但主动式向位雷达 你会打出去一个电子波 对方就会抓到你的电子波 他就可以感应到 有一个东西在发射电波 所以你的立宗战机 还是有可能因此的曝光 但是如果是一个被动红外线 因为飞弹在飞的时候 它因为有热源就有红外线 它并没有主动发出任何东西 但是它可以侦测到 而侦测范围达到1300公里 所以其实巡运飞弹 当一个F-35用这个新的系统 在上面的时候 你巡运飞弹就在下面怎么保 但是你并不知道 F-35已经它是立宗战机 雷达上你没有呈现出来 因为它截面区太小 它可以监控 所以如果我们周边有240架F-35 共军真的对我们意图不轨的时候 它们会号称1500枚飞弹吗 那每个F-35都有6到8枚以上的 整个香尾船飞弹 如果它都起空监控 1500枚都可以把它打掉 这个对中国来讲 威胁台湾 这个万弹齐发 其实是受到重大影响的 而这个就叫做美国就是因为这个锁定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美国直接讲了 这个是给了中国三个教训 第一个教训就是 我可以居高临下 而且你根本不知道我这条系统 但是它验证是非常精准 第二个是你根本不知道 我的战机在哪里 但是我都锁定了 你已经偷偷发射出来的巡运飞弹 第三个就是这个资料链 美国的电站能力超越你中国太多 然后另外一个是整个状况是 因为在俄乌战场的时候 美国也运送去了爱国者飞弹 爱国者飞弹透过了是上面的卫星 无人机各种的一个部署之后 结果美国竟然可以协助乌克兰 把匕首飞弹这种超过5到8倍因素 完全的预测它的弱点 知道它的一个轨迹 提前用爱三就把它给打下来 虽然爱三的速度跟匕首差很多 还是差一段距离 但是我只要算得准 我就很慢的话 就算你有一辆跑车快速的过来 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到哪边 几点几分几秒 我还是可以过去用动人把你给摧毁 美国做到了 这原因不是这个飞弹的速度有多强 不是这飞弹的速度变得多快 而是我的运算能力和我的侦测能力太强了 所以如果从这个状况来看的话 美国就认为说 其实不用花那么多钱 也要去跟中国和俄罗斯一样 他们只要重新整合 现在在印太地区 包含台湾地区 这些所有的资讯资料链 的一个运算和传递的多层次的缜密 C4SR更升级 其实这样的极臭运速度飞弹 也是东风17 东风47 我们也不必这么担心 关键还在于美国的程度 为什么这么强 实战经验 所以有很多时候 就常常很多人讲说 冰中战为解放军多强大 基本上其实没有实战经验 他们那些的东西摆出来 看似性能庞大 但是是驴是马 没有被牵出来 谁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当然要备战 我们要做好准备 但是也不要 因为某些特定立场的人 或媒体 夸大中国的解放力 但是我们也还是要做好准备 而做好准备是什么呢 美国最近又有一个新的武器 而这个武器 只要台湾愿意 台湾如果将来的国防委员会 没有那些刻意阻拦 但是愿意协助的立委 监督中间没有弊端的立委 我们也有机会取到这能力 是美国过去的时候 当雷根跟戈巴基夫见了面之后 整个当时的冷战格局 美国跟苏联进入 比较和缓的状态之下 美国那时候开始没有发展 中短层的导弹 美国就有战略型的 像义勇斌 像参差级 这种战略型的一个威吓飞弹 结果俄罗斯 中国 激起的像什么伊斯坎德尔 是各种的中短层飞弹 还是非常多 所以在这次的战场里面 你看到不管是中东的战场 俄乌的战场 那美国才发现如果面对像中国东风吸流这么多 都是那种1000公里500公里的 其实2000公里的都造成一个战场上的一个不均衡 所以美国大概在三四年前就提出来 要重新去 美国要重新投入新的叫做中短层飞弹 而最近有一种新的中短层飞弹 美国做出来了 而做出来了一个状况在哪里 它呢 试射是可以发射到499公里 而这更特殊的是 好的武器不是一个重新来的复杂系统 而是现有的系统 美国有能力 让它就可以继续使用 这个新型的这个短飞弹 它叫舰弹合一 是用你可以发射火箭 你可以发射飞弹 用我们台湾也有买到的海马斯的发射器 所以海马斯呢 我们可以一管一管的 整个火箭放上去 射程80公里到300公里 那美国呢 新的飞弹 一样的规格就是直接放到海马斯 放到海马斯之后 射程是目前是499公里 精准打中 接下来他们就要强化的是 海马斯的瞄准能力 如果能够精准打击 那就可以彻彻底底的 完成了一个威慑 对我们来讲 我们台湾也买了海马斯 所以绝对不是 某些国民党立委讲的 它是破铜烂铁 而是我们不用再重新买 新的飞弹发射器手 如果我们真的有感受到威胁 需要源头打击 跨过两三百公里的台湾海峡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能力做到 当然这个事情是 我们还是一样讲那句话 台湾并不是马盘制造者 台湾并不想挑衅 而是希望中国解放军 慢慢回复理性 回复理性就发现说 如果你们打不赢 不必要造成台海这样一个风云 而且事实上 全世界也在讨论一件事情 如果中国真的就是 这么的非理性 用封锁台海 来造成他们的一个政治上的 或是扩张上的目的 目前是路透社报告 美国正在跟印度商量 如果当你封锁台湾的时候 那美国就封锁 马六甲海峡 你封锁台湾海峡 你以为你掐住了日本南韩 和台湾的咽喉 但是美国如果封锁了 马六甲海峡 那中国你连战争都撑不下去 你的国家马上会陷入困局 中国确确实实是一个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 工业能力非常强大 所以他们一天 那种数十万吨的油轮 一天六十艘 要从非洲地区或中东地区 经过马六甲海峡 中国是全世界石油 需要原油进口最大量的国家 这六十艘里面 还有十几艘的粮食 那如果你真的要用这种破坏国际稳定的一个封锁台湾海峡 那美军是可以考虑封锁马六甲海峡 到时候中国就饿死了 所以其实整个这个我在谈这些状况是说 还是跟各位讲说一件事 台湾的情势 当然是史无前例的越来越严峻 但是这种严峻里面 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在全世界跟民主国家 是团在一起的 我们的价值是我们有非常优厚的工业能力 科技能力 当然半导体台积电给了我们最大的一个信心 所以全世界也在想尽办法在做这处理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一直我喜欢讲备战才能止战 美国就是开始跟你讲极超运数飞弹 他们拦得下来 巡异飞弹拦得下来 原因是什么 因为当对方有这种危险性武器的时候 他们愿意陪持人才 愿意投入预算 所以F35更升一级 所以一个已经服役这么多年的 爱三标六 都可以拦下极超音速的巡异飞弹 极超音速的像匕首飞弹 原因都是我愿意准备 而且我愿意付出成本 而台湾呢 现在事实上我是蛮担心 有个麻烦 就是台湾人其实包含美国人 都在想一件事情 如果美国 日本 欧洲 都帮你阻挡中国入侵 做了这么多准备 但是他们一直在问一个问题 你台湾人愿意做多少准备 这里面当然先前的时候 现在有国民党你在吵的 就是兵役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愿意花很多钱 去做大傻币 去做各种补贴 但是我们的国防预算 只占GDP升到只有2.4% 然后很多人就说这些钱不要花了 以色列面对强敌环事 以色列是5 瑞典也接近5% 日本也往2 日本却还是往2升 很多国家都是3%以下 那我们台湾人如果永远只想大傻币 吃免费餐 然后靠美国人来保护 我们自己然而不愿意 重新去审视 我们对于税收的分配 有没有过于补贴 而排斥掉了 真正对于保卫自己能力 提升自己保卫意志 这些投入 因为这确确实实 我们台湾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发现的是 我们台湾好像除了军售之外 我们都没有鼓励更多的科技人才 像以色列一样 像美国一样 投入提升整体国家安全 这样一个状况 这其实是跟各位介绍一下 我们台湾其实美国的武器 美国的实战经验 是可以给我们保障的 但是我们台湾自己 需要加油的地方也很多 谢谢大家